红红烈烈的2021就要过去了 这一年娱乐圈可谓风起云涌 层出不穷的大瓜戏剧而来 导致观众笑话不良 无力吐槽 今天我们就来盘店一下 从年初至今十位某女 她们有的身为顶级流量 却毫无底线 有的本是素人 但被迫走上前台 怒垂渣男 无论她们背后有着怎样的目的 但是均可称的上一句 奇女子 至于奇葩的奇 还是稀奇的奇 您自己判断吧 第一位 郑爽放弃亲生骨肉 1月18日 一个平平无期的日子 却因为某女型的素人男友 某横的一个长吻 变得与众不同 她发文称自己与妻子的恩怨 并且还主动曝光 自己有两个孩子了 最终两个小生命被证实 是她与当时身为明星的妻子 某爽代孕出来的 并且当时俩人闹得很僵 因为涉及到离婚事宜 女方便有了欺养一对儿女的想法 此事件一经曝光 震惊的不仅是娱乐圈 而是人类的底线 人们惊讶之余 还看到了娱乐圈里 那深不见底的肮脏 到了4月 某横为了自证清白 实名举报前妻 曾用阴阳合同 投水漏水的行为 最终此案在今年8月 长安落定 相关部门做出了 罚款2.99亿元的决定 自此 这位曾经风光一时的 90后小花 彻底凉凉 真是应了那一句 自作孽不可活啊 第二位张冰晨 忽然带球回来 是的 我们有一个孩子 这一句本来只应该 属于言情小说中的桥段 被拥有3000万粉丝的 内语小天王说出来 炸开了今年的第二个大瓜 有人说话成语之所以 会选择在1月22日 自己爆料 接应前面有正女士的 惊天大雷 公关团队可谓心思缜密 而该事件的女主角张碧成 作为中国好声音 第三季的总冠军 手握凉凉等经典歌曲作品 也算是最具潜力的 实力派女歌手之一 但是在事业上升期的2018年 她选择带球逃跑 只为留下与心爱男人的孩子 如此一看 张碧成也配得上一句 恋爱脑的称号啊 随后两人决定 和平和解此事 在不结婚的情况下 共同抚养孩子 而神奇的是 两人的事业 都没因此受到影响 张碧成还出现在 中国好声音 2021的导师席位上 但是人气已经大不如从前 第三位 多美猪 霸竟挑战吴亦凡嘲笑他是牙签 上半年吃瓜群众 就守着以上两个大瓜 吃得热火超天 咬牙签齿 但谁也没想到第三个瓜再次袭来 吴元末作用5000万粉丝的 龟国四子之一 被曝于某位某网红包场看电影 女孩只有18岁 随后关于各种年轻女孩相继被曝光 直到6月2日 一位叫刘美丽同学的网友陆续放锤 称起闺蜜被渣男吴某千 恋爱期间出轨使用冷包里导致抑郁 自此19岁的正在中传读书的多美猪 浮出水面 走向前台最终通过双方博弈 大众了解到了事情原望 看似人出无害喜欢天使一样的女孩的吴谦 其实是个涉嫌强奸的恶魔 在过程中 多美猪还送给男方这样一个好听的名字 吴谦 7月的最后一天 她被警方刑拒 这一天 简直是个值得洗大谱奔的日子 却望高呼抓得好 而市井平息后 多美猪以400多万粉丝的颜值播主身份 也过了相对平静的日子 尽管有人质疑她的动机 但是她做的是许多其他受害女孩 不敢做的事 值得点赞 第四位 孙英宁 制斗国民老公 原名孙建宁的孙英宁 在6月5号 也就是多美猪事件发生后不久 在社交媒体忽然发出长文 称自己被王思聪用各种套路追求 不过最终却因为没有答应对方 使得王校长恼羞成怒 利用舆论压力将她置于网报的中心 而网报的内容是 她曾经因为接广告而骗群 广告商的费用而退网 王思聪确实在4月曾经点赞过关于 孙英宁骗钱的动态 随后从两人的聊天节目看 她疑似威胁继续爆料 压力之下 孙英宁在6月15日的直播中好涛大哭 还话王思聪不要逼我 在这一场闹剧中 王思聪还贡献了不少经典语言 最终被网友扣上了甜狗的帽子 她本人也怒怼应对 孙英宁在此时之后 某英涨分几百万 如今这个数字定格在924万 她常常会直播 不但或也不表演才艺 但是怼人一个顶两 前段时间 她也与都美竹连麦了 搞得大家直呼梦幻联动 第五位陈露不惜被传诈骗 与都美竹比起来 陈露受到的质疑更大 因为她在今年8月 爆出前男友霍尊的渣男行为 还反手被她告诈骗 陈露是国家二级舞蹈演员 在事件发生之前名不经传 今年8月8日 她忽然晒出 与歌手霍尊的情侣照片 官宣恋情 但是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 当时还被群嘲官宣了个寂寞 两天后在沟通误过后 陈露发送长文公开自己与对方 长达九年的恋情 两人分手后 她发现对方同时与多个女性交往 而男方则只是让她开个假 并要求她签订分手协议 不在沉默中爆发 便在沉默中灭亡 本着这样的心态 陈露依旧咬定货尊 最终导致男方提供证据 说她敲扎勒索 9月1日 陈露在社交平台上 晒出照片 辟谣此前说自己敲扎勒索 货尊被抓的谣言 第六位小义 怒垂天天兄弟 8月也是个不消停的月份 陈露与歌星火风儿子的故事尚未结束 24日 一个名叫小姨的女网友 便发布长文 怒垂天天兄弟之一的前锋 她表示自己被湖南卫视节目 天天向上的前锋主持人关罪后 强迫发生关系 随后湖南卫视和当地警方纷纷表态 一个陈停掉她的工作 一个进行通报 称此事发生于2019年 当时也曾调查取证 但最终因为证据不足 没有立案 事件引起关注之后 小姨的真实身份被扒出 是网名叫米兰大坏蛋的 一个颜值兼游戏主播 当时也有许多人质疑 小姨在做主播时 发在社交平台上的照片尺度很大 但是如果事件是真实发生过的 那么与他们之前 从事的是什么工作没有关系 不过至今此时还没有定论 有人称 只因为女孩没有保留证据 所以错失使得坏人受到惩罚的机会 后来小姨针对自己社交平台上的内容 发微澄清 表示自己是王思聪 启下的一名电竞主播而已 她用一句受害者不完美 但加害者一定有罪 来总结曝光此事的理由 第七位 陈锡慧拿捏钢琴王子李云迪 到了十月中下旬 平安朝阳忽然通报 钢琴王子李云迪 涉嫌嫖娶的事件 使得这位少年成名的天才钢琴家 一夜陨落 成为令人不齿的存在 随后与李云迪一起 站在新闻通稿里的女主角 陈某慧也被扒了出来 对方今年29岁 且并不是普通失足女 而是拥有着亮丽外貌 甚至许多才艺的漂亮姐姐 网传她接待的客人都很有来头 而且其本人对于客人的要求也颇为严格 甚至还需要提供体检报告 以及签订保密合约 一般情况下 陈某慧的合作费 仅不价高达五位数 而李云迪参与类似事件也并非一次 这一次李云迪之所以被抓 主要是陈某慧 向姐妹炫耀自己与男明星的交易 转身便被同行姐妹举报 警方是顺着李云迪的转账记录顺藤摸瓜 盯上了她的 精神查后 李云迪对违法事实公然不讳 也因此毁掉了自己苦心经营大半生的心徒 第八位孟某奇 李云迪的事件尚未完全结束 或见少女孟某奇也在婚礼接力 10月25日凌晨 因为制作人陈令涛前女友 他们叫我大花妞 忽然在社交平台发长文 爆料陈令涛在两人恋爱期间 出轨了著名idol 大花妞还附上了18张聊天记录截评 直指孟某奇指三做三 而且自己对于相恋四年的男友还有感情 但对方却不知悔改 一一孤心 随后孟某奇接受采访 承认自己与陈令涛却是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 但是却否认之三做三 这之后大花妞在三天后又一次发文 这一次他只写了五个字 恶心 真恶心 而他与陈令涛共同的好友 则发声支持大花妞 并弄骂陈令涛与孟某奇 还将他们与垃圾归为一类 尽管如此 孟某奇资源不掉线 被网友感叹 背后资本太过强大 但是路人员却一落千丈 第九位 李晶磊 八皮优质偶像王力宏 最后一位当属最近女战士李晶� 他与王力宏之间的狗血故事 已经铺天盖地了 所以就不再赘述 但是后续必定会持续精彩 请大家拭目以待吧